那然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 聊一聊我比较喜欢的两个做珠宝首饰的品牌 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现在市场上 商场里的那些金银首饰做的都很卡通 就是什么牛牛羊羊虎虎 就是做的特别的可爱 就感觉像是给小孩带的 所以现在也有一群品牌专门主打这个古法 比如像什么老铺黄金啊 如果说设计感有两个品牌是我最喜欢的 第一个是华洛福 正好我手边有 我之前在视频里也带过 所以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外包装 里面是一个木色的钢琴口气亮面 专门拿来观赏用的放大镜 虽然它上面有好多的灰尘 然后这就是这个戒指本体 其实这个包装盒我之前在视频里用过 就是那个OPPO的那个真无线的视频 我拿它放过耳机 华洛福这个品牌真的巨冷门 你在B站搜 跳出来不会超过10个结果 我当时就是随机走进了国贸的那家店 然后我就发现 哇它这个戒指好好看 就可以看到我这个内圈应该是黄金还是薄金 然后外面是一圈冷法郎 加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钻石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戒指是可以转动的 它应该是在做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两层还是三层 就除了我这个以外 每一款都是都可以转 但是他们店里的这些冷法郎的设计 真的都挺好看的 就我选的这个是一个很低调的偏蓝灰色的格子盘 但它们也有更加跳脱的设计和颜色 所以这个戒指的好处就是 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在手里转在手里盘 就很有那种转佛珠的感觉 那你要说从性价比上这玩意肯定不值 这这么小一个钻石 整个用料也没有非常多 它这个成本费根本不可能 可能就是人工费多一些 因为它这个法郎好像要上很多很多层 但是价格绝对还是偏贵的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见仁见智 这这个东西在国内应该现在非常冷门 你买了也很难卖的出去 就只能是图一乐用 但总之就是我发现很多这种外国品牌 它如果能传承100年以上 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很难在国内找到类似的想法 包括我还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Bucci Lati 就是你去他们家官网 就会发现他们里面的所有首饰用料都凶狠 就生猛 然后看着就特别像是那种暗黑二暗黑三里面的那种 上古中世纪的戒指啊 首饰的感觉 珠宝真的可以做了这么大 这么的浮夸 然后他们家比较代表性的是一个什么丝工艺 就是把那个金属上面一丝一丝一丝做出来 做的像那种磨砂质感式的感觉 我忘了叫什么了 反正那个我也很喜欢 然后同理我还关注过一些品牌 像是POMELATO 它也是就是主要用一些海兰宝石之类的石头 相对没那么贵 所以料给的也比较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在网上看这些 可能就是大家还是喜欢美学的设计吧 就没有人天生不喜欢珠光宝气的东西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们应该会在89号看到我大号的更新 我要去加油拍摄了 拜拜